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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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大哉問 然後 之前工作人員就有問我說 蔡導演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今年年會所有的朋友 還有就是台灣人們這樣子 那一天我不曉得是肚子餓 我還是說心情比較不好 我那天就有點衝 我就說好 我想到一個問題 我要問 為什麼 你 你可以這麼冷漠 然後我一開口我就後悔了 因為我覺得太衝了 我覺得很沒有禮貌 好歹今天會來參加這個年會的大家 已經是比較不冷漠的一群了 幹嘛那麼衝咧 然後大家 我們不要有衝突嘛 和以和為貴 一切都很好沒有事情 然後一想到這樣我又後悔了 因為 我又犯了我一個最大的問題 鄉願 鄉願 得之賊也 大家就自己看啦 我其實都不太敢讀 因為我每次讀都覺得 孔子幹嘛那麼針對我 我其實坐擁這個鄉願 借第一把交椅的這個身份 我今天就決定 不要這麼鄉願 我還是要勇敢地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冷漠 但是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我再往前推了一個步驟 我想要問大家的是 為什麼我們不再問為什麼 可能在座的各位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把這個原因 可能分成三大個區塊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到底跟冷漠 有什麼關係呢 有一類的朋友會覺得說 呃 是有什麼好問的嗎 我好像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啊 一切都很好不是嗎 有一類的朋友 他有問題 可是他會覺得說 那真的可以問嗎 問的會不會被怎樣 我的會不會被人家斷了財路 會不會怎樣什麼之類的 開始擔心這個問題 第三類的朋友 他有思考過 他也問了 可是他覺得 問了又能怎麼樣 反正社會世界還是不會改變 因此就造成了冷漠 所以 我用一個科學化一點的方式 往前推推推推 推到第一個步驟 對於那些 根本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好問的朋友 我們來想一下 到底為什麼 他會連這個問題 想要發問都沒有這個欲望呢 首先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我們非常欠缺 所謂這個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前一陣子 在臉書上面 quote一句話 這是希臘哲學家 亞里斯沃德的一句話 他說 避免批評最好的方法 就是什麼話都不要說 什麼事都不要做 什麼樣的人都不要成為 這句話是反話 大家讀得出來吧 就是 不是 我不是低估大家的智商 而是我前幾天 在大學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女學生 她真的很單純地問我說 老師你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要創新我們要努力 可是亞里斯沃德這樣子講 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就說 同學 拜託你好不好 睜大你的眼睛 如果今天亞里斯沃德 他還活在 他還活著 然後他今天也來參加 TED的演講的話 我猜他的語氣應該會這樣子 他應該是會說 OK 你想要避免批評是不是 喔好啊 那你就什麼話都不要講嘛 那你就什麼事都不要做最好 你就什麼樣的人都不要成為 OK這樣你爽了吧 好不好 這樣子 我覺得他的語氣應該是這樣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總之 大家對這句話 現在是不是心中都有一點感覺 對不對 好 那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其實 這句話是我編的 好 請問大家 剛才在那一瞬間 知道這是我 蔡普章本人講的時候 這句話的價值在你心中 有沒有從這裡到這裡 天啊 我本來說不要告訴我答案 但是你們的笑聲已經告訴我答案了 是不是我們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時候 到底是因為他是誰講的 然後大家好東西覺得好就好 還是你真的覺得 你真的有思考過 覺得這是你想要的東西 我之前做過一個很變態的實驗 我常常有機會到處演講 然後我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我沒辦法忍受 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把很困難的事情講得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能夠簡單學的東西 幹嘛講得很複雜 但是我發現聽我演講的那些人呢 他慢慢的 我從他們的眼神中讀到一個訊息 只有一個 就是 他是諧星 這樣子 並不是說諧星有什麼可恥的 而是我覺得說 有必要走到這個地步嗎 於是我改變了一個策略 我就把 我所有的那些簡單化的東西 我再用一個很學術化的名詞包裝 例如說我就會講說 因為我教的是聲音還有演說 我就說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們 當我們使用我們的環狀軟骨 跟假狀軟骨 它的位置在一個不同樣的使用的時候 我們聲帶會造成長度拉扯等等 然後 我從 底下的這一群 聆聽演講的人的眼中 看到一股尊敬 油然而生 我看到那個尊敬的時候 我整個人心就涼了一半 我就覺得 好 我不想講了 我覺得太可悲了吧 這樣 事實上 我們真的只看事情的表面 我們很少在思考的 我 前兩年很幸運 有機會在歐洲旅居了一年半 那因為我個人很愛在臉書上打卡 所以我台灣的親孟好友都知道 我去了哪裡 幹嘛什麼之類的 那我不知道他們積怨已生啦 所以我回到台灣之後 他們就瘋狂的 不斷用髒話來問候我這樣 那我們今天是神聖的殿堂 所以我們就用那個電視的那個嗶嗶聲來代替 就是他們看到我就說 欸 嗶咧 怎麼都給你爽就好啦 我說 嗶咧 我們都只能做辦公室 你真的嗶咧你這樣子 所以我就只能夠接受這種嗶嗶聲的轟炸 到一天我才受不了 我就決定 我要跟他們講 各位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看著我 OK 如果 如果今天 你可以接受 身為一個台灣男兒 在一個31歲的高齡 他人生中的存折 只有25171塊 你也可以過這樣的生活 是的 他們的反應就跟在座的大家一樣 鸦雀無聲 我猜這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想過說 喔 原來這個選擇的背後 好像有一些東西是 他認真想過所以才做了這個決定 我是剛剛甚至沒有說 這是一個勇敢的選擇 因為對我來說 不關勇敢 關於你有沒有想清楚而已 因為事實上對我來說 如果你願意花你的下半輩子 努力的工作賺錢 坐在辦公室裡面 養老婆養小孩 然後過餘生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更勇敢的選擇 所以 其實不關勇敢 關於你到底有沒有想清楚 那為什麼我們都只看表面呢 歸納出一個小小的段落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害怕思考 我們害怕痛苦的思考過程 我們更害怕思考 說讓自己不舒服的結果 呃 我們真的很講求速成啦 呃 但是其實過程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舉例來說 我在莫斯科藝術學院上課的時候 我們有一堂課叫做雜記 然後這個雜記老師呢 就有一天就問我們一個問題 他說各位同學 道立這個動作 在做這個動作的這個 整個完成他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這個 道立的這個行為的時候 到底是哪一個階段 你覺得最好看 然後每一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但老師就繼續侃侃而談 他就說 你們有沒有發現 過程是最好看的 再做了各位想像一下 今天有一個表演者 從這邊走出來 然後他站在大家面前打招呼 好他要開始表演道立 他慢慢地把上半身傾斜下去 他找到他的頭 手肘跟肩膀 三個平衡的地 這是一個平衡點 他慢慢地把上半身 慢慢地抬上去 你是跟他在一起呼吸的 因為你不知道他會不會成功 然後他慢慢上去之後 還有點晃 沒關係 總算穩住了 他開始想要把右腳伸直 因為只能一次先伸一隻腳 另外一次再慢慢地跟上來 然後等到他兩腳快打直的時候 欸好像又抖了一點點 緊張 然後後來他總算 啪 上去了 就是這整個過程 其實是最好看的 最精彩的 在座可能會有人想說 可是我覺得這樣上去最好看啊 沒錯你說到重點了 上去之後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能幹嘛 就只能下來嘛 不然他能夠幹嘛 沒什麼好看的嘛 但是我們身為人 我們總是有一種 我們總是對於那種 對於自己的某一個目標 一個理想 他去奮鬥他去努力他去掙扎的那個東西 我們會跟他在一起的 這是人的天性 我覺得台灣很重視速程 因此而不重視過程 舉例來說好了 我常常會接到一些那個 電話的邀約 他們就會跟我講說 欸 蔡老師可不可以麻煩 就是來我們這個學校 就教我們一下 開這個兩個小時的這個聲音工作坊 我們希望這個工作坊 就是可以到 大家都可以聲音很精進 這樣子 不好意思 這樣 然後我每次聽到這種東西 我只能在電話旁邊就是翻白眼 然後但是繼續用我甜美的聲音回答 他說 這位同學 或是這位同仁 你有沒有考慮過 聲音的這個訓練要用長遠來看 我們必須用半年一年 甚至我們可以規劃一個課程 兩三年來思考這件事情 很可惜這件事情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實現 因為大家實在是 太希望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看到一個最好的成果 那我覺得 所謂只看到事情的表面這件事情 值得我們好好的在深思 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不只害怕這個思考的過程 我們害怕 思考上自己不舒服的結果 其實這個不舒服的東西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所謂的舒適圈 大家都常常聽到人家講說 你要走出你的舒適圈 或幹嘛幹嘛什麼的 我們在劇場裡面有一個遊戲 我們兩個人一組 然後A B兩個人 我們把A的眼睛蒙住 然後讓B 帶他去探索整個教室啊 整個空間 或者是大自然等等的 然後你會發現 眼睛蒙住的時候 你其他的感官是無限放大的 例如說 你總算會去注意到說 欸 今天下雨了 下雨之後的味道是什麼 請問在座的各位 你上一次注意到 下雨之後的味道是什麼 是什麼時候 你上一次踩在那個 下雨過後的那個 柔軟的草地上面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草地的柔軟度嗎 它會稍微的往下陷 這個感覺跟踩在地毯上面 跟踩在水泥地上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 我們有多久 沒有在回歸事情的本質 用我們最本能的感官 去感受這些事情呢 然後你說 這件事情有很重要嗎 嗯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舉例來說 我們都有走在暗像的經驗 對不對 就是一個人晚上 走在暗像的經驗 然後我們想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在背後跟蹤你 你不用轉頭過去看 你甚至不用聽到什麼聲音 其實你會知道有人在跟蹤你 恭喜你 因為你是動物 你知道 如果你再敏感一點的話 你甚至會知道 它是男生還是女生 你完全不用看 我覺得這是上天 賜給我們身為一個人 身為一個動物 最美好的禮物 你可以自我防衛嘛 你夠敏感 你就知道隨時隨地 發生什麼狀況 你可以做反應 再來就是當你感官打開的時候 有很多新的事情 是可以不斷地吸收的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一個 其實我本身也一個素成的受害者 因為我是在台灣長大 然後在台灣受教育 我記得我剛上大一的時候 我們戲劇系有兩個表演老師 有一個表演老師他就說了 寫實表演 如果你今天在台上 你要演一個很寫實的戲 例如說 你要在一個圖書館裡面演戲 你就把書架搬來 你把書都搬過來 然後如果你在廚房的話 你就把那個村具廚具 全部都搬上來 你要真的感覺到 自己在台上跟那些物件的互動 然後進而在台上 享受體驗 這種在台上寫實生活的感覺 我另外一個北洋老師他就說了 那你是沒有想像力是不是 你今天要有一個門 你就真的要把一個門搬上來嗎 你不會這樣子假裝打開就好了嗎 你今天一定要喝水 一定要真的拿一個瓶子嗎 不用 你這樣子喝不行嗎 無時無練習不行嗎 我那時候小大一頭腦就爆炸了 因為我就覺得說 什麼 我要答案 告訴我 告訴我一個答案 我要緊緊抓住他 然後這樣我就安全了 我就知道什麼是表演了 就這樣子 可是後來接觸到更多更多的表演 看了更多更多世界 不一樣的媒體 或是怎麼樣的東西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世界好大好大 如果我們把感官封閉住的話 我們完全沒有那個空間 去吸收新的事情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 我其實也蒙受這個 把感官封閉之苦 我今年六月的時候 去土耳其旅行 我本來都鼓勵我的學生們 都跟我說 大家要走出你的舒適圈這樣子 結果沒有想到 我自己也掉入這個框框裡面 因為在座的大家 因為土耳其 普遍大家英文說的不是很好 所以基本上 就只能夠用身體來溝通 然後呢 我記得我在土耳其的時候 我要去一個小城 叫做伊斯巴塔 北邊的一個小湖 所以呢 我就東問問西問問 我好不容易上了一台巴士 然後我以為那台巴士 會帶我到那個小湖 結果沒有 那台巴士 整整開了九十分鐘 又把我帶回原地 然後那個時候 我心裡就想說 逼咧 就是為什麼這樣子 那我好不容易 我花了那一筆錢來這裡 我一定要看到那個美麗的小湖 才可以 好 我就想說 好 沒關係 OK 他不會說英文 沒關係 我們就是匕首畫腳 我們就是隨便亂講 我就把那個iPad拿給他看 我說 阿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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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那個 土耳其人都非常好 然後那個司機看到我就說 阿爸爸 阿爸爸 這樣子 然後就是叫我坐在巴士裡面 那邊去水 我想說奇怪 我剛好已經跟著你那個 你旅遊了這個一個半小時 然後 你現在要我繼續坐在車子裡面 是什麼意思 這樣沒關係 好 OK 沒關係 然後他開了三十分鐘 把我開到一個就是 鳥不生蛋的路邊 他就說 阿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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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心裡就想說有沒有搞錯 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荒芜一片 是真的要我下車 算了 今天真的有夠逼的 好 我就下車 下車之後呢 那個司機他就把車子停下來 他就把那個車窗搖下來 他就看著我 他就跟我講說 欸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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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他就是用這麼大的一個力量跟我講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哪裡得罪你了 我只是不會講土耳其話而已 好不好 我那時候就卡斷我所有的感覺 我想說算了 我今天要再找一個 長了可能會講英文的人 OK 然後我就隨便找一個人 Hey do you speak English 然後那個人也就是阿爸 阿爸 阿爸 也聽不懂 然後我就覺得 今天真的是逼到底了這樣子 沒有想到這個時候 從我背後傳來一個聲音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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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我轉過來看 那個司機還沒有開走 他就把他的巴士停在那裡 然後他就走下車 他就隔著一個很寬的馬路 對我喊說 阿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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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然後在那一瞬間 我整個腦中就是小宇宙大爆炸 我就整個 我就這樣子回到一個 最原始的這個點 我想說 好 冷靜冷靜 到底到底到底 到底劇場教了我什麼事情 到底到底 我要怎麼思考 OK 好 我現在想到一件事 好 我們在 例如說我們在講話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假設今天我的 我的觀眾就只有 前面我們這五六排 好不好 那我可能跟大家溝通的方式 就會是這個樣子 我用這樣的一個氣場 用這樣的一個力道 跟大家聊天 因為差不多 但今天 我要是知道 我們觀眾有到後面那一大排的話 我的整個表達方式 勢必會不一樣嘛 我的氣場 我的整個能量 投射都會跟著不一樣 所以 剛才那個司機 當有一個人 他用生命在揮手的時候 他指的到底是什麼 或許 有可能 那一台開往那個小湖的巴士 是不是就在這個世界盡頭的 盡頭呢 這個念頭一想 我說OK 好 Got it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繼續往那個 完全鳥不生蛋的那個 世界盡頭 我就勇敢的走 相信他 我大概走了十五塊二十分鐘 果然 在那個路的底端 貼著那個小湖的那一台 迷你巴士的車子 就停在 所有一整排車子裡面的 最後一排 的最後一台位置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 我真的是 蠢到一個極點 這麼簡單的事情 今天聊給大家聽 大家可能也會覺得說 對 很簡單嘛 就一定是在很遠的地方嘛 可是當你把自己的感官 封閉住之後 你會發現你什麼事 都沒有辦法吸收進來 可是當你 能夠把感官打開 回歸你最原始的 動物的本質的時候 其實事情很簡單的 你才有辦法看得清楚 事情最根本的真相 然後其實 要解決問題 並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我覺得 我們唯有回歸本質 我們才能夠更透徹的 回到之前講的 我們才能夠更透徹的 獨立思考 進而做出選擇 然後發問 我們才有辦法改變現況 我記得我在 倫敦念書的第一個學期 的第一個禮拜 我念的是音樂劇 所以我們班上 有一個跳舞的女生 她個子很小 她就走到老師旁邊 她就用她很小的聲音 跟老師說 老師 那個因為我 我是學舞蹈的 然後我其實不太喜歡 不太常講話 也沒有常唱歌 那這一年我覺得 會有點辛苦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的聲音很小聲 這樣子 然後老師聽到之後呢 她就說 好 同學你先坐下 然後就跟全班講 她就說 各位同學 你們是不是曾經都有這樣一個經驗 飛機上面 你知道 飛機上面你最怕的就是 你不是怕坐在那個 坐下來那個肉 會擠到你旁邊的那一種 就是怕嬰兒嘛 大概就這兩種東西 你比較害怕嘛 所以 嬰兒 大家都知道 巴士上火車上面 然後就說 哇賽 這個吵起來真是要人命 真的是覺得希望說 拜託 不要聽到這個聲音 如果在座的各位都有這個經驗的話 回想一下 我們曾經都是那個怪物 我們曾經都是那個 可以發出震耳欲龍的聲音的那個妖怪 我們曾經都是可以把整輛交通工具上的人 吵到跪地求饒的那個動物 如果我們曾經都是的話 那那個東西是你生來就會的啊 我們天生生下來就會 你只是忘記了 你只是因為 後來可能教育的關係 家庭的束縛 性別的什麼規範等等 你忘記了 可是那東西是你本來就有的 別人怎麼搶都搶不走的 我們天生生下來 就有這個發生的權利 我們天生生下來 就有說話的力量 我們天生生下來 就有提問的權利 所以當我們 所以我們千萬千萬不要停止提問 因為我覺得我們提問的時候 那些製造問題的人 那些製造那些不公不義的人 他們就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說 反正也沒有人在乎 反正也沒有人在乎 今天的最後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我們當然要繼續發問 我們要繼續撐起雨傘 我們要繼續彩虹圍城 我們要繼續繼續的發問 Never, never stop askin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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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